所有中国作家都要感谢王硕 我从小的理想就是想当个作家 在王硕之前 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是有单位的 作协跟文联 是要上班的 拿工资的 他们的收入来自于两个部分 工资跟稿筹 那稿筹是什么呢 就是你写了一些作品 然后呢 一次性买断 一个稿筹五万块钱 王硕是第一个人 跳出来说 你给我买断了不行啊 你给我五万块钱 把稿筹买断了不行 王硕是第一个要求个人版税的人 就是卖一本 给我一本钱 王硕是那时候中国版税最高的人 15%到18% 那剩下的版税是多少呢 像稍微有点名气的 8%到10%之间 那王硕写书当时很厉害的很 王硕写书 洛阳只贵 就是他一写书 一出书 全被人抢购一空 就是我觉得王硕应该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他对很多人影响巨大 就是王硕写书的特点 就会发现特别过瘾 他把一个小点 一个小细节 用词非常的纯粹 精烈准确 他写了什么书啊 空中小姐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一点正经没有 完主 过把瘾就死 听起来都有痞子 看上去很美 我是你爸爸 千万别把我当人 玩的就是心跳 你看这些都是王硕的作品 他创造了好多现在的流星者 对 所以说中国作家都要感谢王硕